修行在哪里修呢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生活里面 如果我们对于饮舍起居 我们常讲的财色明是睡 还放不下 还有贪然 顺心的是欢喜心 不顺心的是烦恼 这是一点功夫都有 要是念佛能不能往生呢 我老师告诉你 不能往生 为什么不能往生 往生的条件是心进这佛土境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目的何在 是要把这些烦恼习气念掉 六根根六成借出的时候 烦恼一献起 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把烦恼压下去了 这个时候是你真正念佛功夫遵律的时候 常常练习 不断的练习 当然初学的人一面一样 那一面还是起来 继续认真努力去干 一定是一年比一年大步 一年功夫就得有力 智慧增长 这就是好境界 所以日常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除世带人敬虚 哪一样不是修行 就在这个里面 修行进行的 就在这些里面 修不施持戒 忍如精进禅定不如 离开六成精进 到哪里去修了 每一地方修了 在密境里面 卧园里面 修不断 成慧 忌妒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什么都很称心如意 去修 不断 减贪 愚痴 这是我讲的重点 贪嗔痴是在生活当中断 在工作里面去断 在厨师带人借物里面去断 那么你的功夫就会得力了 尽忠法门的殊胜 圣方三世 一切祝福在他 他的方法太妙了 只用一句佛号 一句阿弥陀佛 我起了贪心了 起了成慧心了 起了愚痴心了 一句阿弥陀佛把念头马上传过来 宗门大德常讲 不怕念起 只怕惧痴 念是什么呢 六根结束六成境界时候 其心都念 那这念起 不管是善念我念都不好 善念你所感到的果报三善道 我念是三窝道 都是六道轮回便死 出不了轮回啊 所以不管什么念头起来 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压下去 恢复到什么 敬念 敬念这是敬业 敬业才能够往生净土 你说这都重要 做完 都不错了 请关系 这件事